歡迎來到命運設計系 我是你們系主任簡少年 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 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但是很少被大家所提到的 工作生涯中的第一個老闆 其實我們人有非常大的時間點 跟人生都是在工作中度過 對吧 我們每天要上班8個小時 然後才能放要回家 有的人如果加班嚴重一點 每天得10個小時 甚至是12個小時 所以第一個老闆他將會形塑我們 很多的行為以及我們的認知 如果你的第一個老闆 就是屬於那種超拼命類型的 自然他也會對你 進行這種超拼命類型的訓練 而如果你的第一個老闆 是另外一種戰略型 讓事情慢慢去成的 之後你做事的時候 也會習慣用這種小夥的方式 去慢慢把事情給做成 所以這樣的第一個老闆 將會影響你對於職雅選擇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判斷 而我最近的觀察發現 隨著人生的眼鏡往下 老師我的第一個老闆 就是屬於那種抓大方向 但是細節不是那麼重要的一個老闆 他基本上認為說大方向對是最重要的 更多時間在確認戰略的方向 反而很多細節的眉眉角角 他覺得基本上到位我們就可以先往下 只要戰略對是最重要的 而實務上我發現在我的生活中 除了工作以外 我在我個人的生活也都是落實下來的 例如說我可能在面臨我們家很多決定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們大方向對 以家庭和樂為重 至於說這個細節到底碗要誰洗 而這個東西要誰弄 這件事我們倒還好 基本上就隨它去 而這樣的習慣也造就我在工作上的時候 也變成有這種狀態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都是去細想 到底我們要往哪個方向前進 例如我們在頻道上的時候 我們可能更多的時候在想的是 欸 減少年的頻道到底要做些什麼 哪些主題的結構是大家所喜歡的 而主題裡面比較細的部分 像大家最常抱怨的 關於這個錯字啊 這個收音啊 都是我們放到比較後面的部分 再去思考 因為我們覺得內容是最重要的 如果內容大家覺得很不錯 大家覺得很有收穫 那這個節目型態 我們就能繼續的往下 帶給大家更多的東西 反過來呢 我有一些朋友就不是這樣 他的老闆呢 可能第一個就是屬於那種 細節控的老闆 所以呢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呢 就會非常在意細節 而他在生活中的時候 也是一樣 他可能更多的時候你問他說 欸 你對自己的生活有什麼規劃 他其實還好 可是呢他很在意他生活中的 每一個妹妹嬌嬌 舉例來說 家裡面的某些細節的佈置 甚至呢在乎家裡面的很多工作的分工 甚至在意到說 欸 家庭成員裡面每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他都是放到很大去看 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魔鬼藏在細節裡 所以呢他就會不斷的去 關注於他家人的某些細節的行為 那很多時候也的確會找到一些有趣的細節點 這個細節是影響他們家至關重大的 可是呢在大多數時候會給家人感受到很大的一個壓力 而他在工作上的時候也是這樣 他屬於那種超級細節控制狂 他對於每一件事 每一個人每一個東西都必須確認到非常仔細 當然把事情交給他呢通常是萬無一失 只是你會發現他這個工作模式呢 有時候會因小失大 他在做這件事情呢人的心力是有限的 所以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一個呢容易初心大意 一個容易因小失大 他本質上來說並沒有什麼叫完美的一個工作習慣 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完美的老闆 所以我們才會討論這件事 你的人生呢很多的抉擇害怕做法 你都會去應用你工作上學到的東西喔 例如說你的工作是跟管理有關的 你就會習慣的去分配你的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呢跟創意還有跟那種創造性有關的 你可能就會用很多創意的方式來解決你生活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我們不妨可以想想看 或許你人生裡面很多的困難其實就是你工作習慣所造成的 如果你能夠跳出來看做一些修正的話 搞不好呢你的人生就會有很多新的可能喔 第二個呢通常是我們在第一個學到教訓的時候 我們開始認識我們自己 決定我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可是這時候通常也比較複雜 因為你已經不是一個菜鳥了對吧 你可能有一點點經驗了 你想要得到某些東西 有的人想要升官 有的人想要學習專業 有的人想要舞台 每個人都不一樣 而在這裡面的時候呢 我覺得大家就要先認清 到底你自己是喜歡哪一種工作的 舉例來說 有的人就會抱怨啊 我的老闆很賤 每次都把我的功勞給搶走 讓我都做了去幫他這個抬轎 對不對我最討厭這個東西 OK 那代表說你是想要舞台的人 那這樣子呢你就不能挑那種 會吸引美光燈的老闆 那怎麼看呢我們教大家 好一般來說呢一個人高調或低調 其實跟耳朵有很大的關聯 耳朵越糟的老闆呢 基本上怎麼樣越容易吸引各種目光 所以就算他沒有一個要搶你工作的心 他也會有一個搶走你功勞的一個狀態 原因是他自然而然的會吸收非常多的美光燈 他做事的風格跟方法一般來說啦 也比較有爭議 原因是因為他不在乎別人把焦點放在他身上 他也不在乎大家對他可能有一些負面的評價 他會是Fight的那個類型 他更多的時候是直接會戰鬥的 但反過來呢 如果你的老闆的耳朵很貼 非常非常貼 就貼到正面幾乎看不見啦 這種的狀態下呢 你的這個老闆就是屬於低調型的老闆 他呢很有趣啊 他就算做了再多功勞 他也不會放到自己身上 他內心知道這是自己的功勞 可是他就會把你捧上去 他是喜歡什麼 搭舞台型的人 而且這樣的人呢 往往也比較知道應對進退 所以呢 他在這個官僚體系上的這個收穫啊 一般來說也是比較大的 所以在他底下呢 你表現的如果很好 美光燈會在你身上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想要躲在背後 你不喜歡大家看你的人 同樣邏輯啊 如果你是耳朵很貼的人 那建議你就找一個耳朵很糟的老闆 這樣子你其實就不用被看了 反過來你的耳朵很糟 如果你又找了一個很糟的老闆 那你基本上都是互搶美光燈 這種功高震主很容易出事的哦 所以如果你耳朵很糟 盡量找一個耳朵非常非常T的老闆 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不用怕說你的功勞被別人搶走了 所以呢 沒有什麼最好的狀態 只有最適合你的狀態哦 第二個呢 是大家很常抱怨說 我覺得這個辦公室的氣氛不好 都不像家人 然後每次工作的時候 都有點太冷漠了 冷冰冰的 但也有人抱怨說 我上班又不是來交朋友的 為什麼我要跟大家 這個好來好去 煩死了 為什麼中午的時候 一定要一起吃飯 超煩的 那同樣邏輯 怎麼分辨 老闆喜歡一家人 還是喜歡 大家各自做完回家呢 看毛髮 一般來說毛髮越濃密了 比如說眉毛好了 我們從眉毛來看 眉毛越濃的 老闆呢 他越希望你跟他麻痺麻痺 尤其如果他是眉濃 然後加上唇厚 這就更容易 因為眉毛跟嘴唇 是看一個人對於這個血性 對於很多事情的這個情意 在意的程度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一個人眉毛如果濃 這個嘴唇如果厚 他就會屬於這個Family style 但是呢 如果一個人老闆呢 是屬於眉毛很淡 然後嘴唇不太厚 這樣的老闆呢 就是我們各取所需 今天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我們做完就回去 我需要你的時候 來 我給你錢 不需要你的時候 當然就請你走 但另外一種老闆就不是 他可能更多會什麼 就是你是我的家人 所以有時候有人不喜歡 因為你是我的家人 代表他會很多要求 就是說那你多做一點嘛 你留下來加班嘛 又無所謂 對不對 幹嘛一定要跟我計較這個錢 這個時候就情惹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把你當家人看待的 就很有可能會情惹你 不把你當家人看待的時候 就顯得比較人邪一點 你到底想要哪一種工作氛圍 和你喜歡哪一個類型的老闆 這個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了 有的人他工作之外 他覺得意義很重要 他不能接受說 今天老師我做這個工作 對社會沒意義 只有為了賺錢 不可以 我這樣工作不下去 有的人就笨著錢去 他說老師啊 我工作就是為了賺錢 沒有了 什麼社會意義什麼的 我們先放旁邊 我就是為了賺錢 那怎麼去分辨呢 一般來說 這個鼻子越高 就鼻樑越高越高的老闆 尤其如果高到像高聳的山的老闆 一般來說對於意義很在意 這種老闆非常看Kimoji 就是說你跟他合作的時候 他覺得你符合他要走的那個夢 有那種私於遠方的方向 基本上怎麼樣 他就大力支持你 所以他就很講意義 每次給你一個任務 做一個事 他就會告訴你這件事有什麼意義 他想要的是什麼 所以如果你想要往意義方向去 你要找到的老闆就是鼻子越高越好 鼻子越高的老闆呢 越跟你講意義 但不一定講錢 但一定是很講意義就是了 所以你叫他給你錢 也一樣要用意義說服他 如果你今天做這件事很有意義 但他要加錢 他是會加給你 因為他在意的是意義 叫做錢 倒是其次 意義更重要 反過來另外一類型 你就說老師我就是想要錢的 那是怎麼樣 一般來說鼻子越鼻頭越大 整個鼻頭越肥 都是肉的老闆呢 他越在乎錢 就跟他講意義他覺得你有病 他覺得你就是個白癡 他覺得今天咱們做這件事 就是為了賺錢 我們做這件事不賺錢 不要做了 所以這樣的老闆自然怎麼樣 也就是帶著你賺錢 不過尷尬的就是 他想要賺錢 不一定會願意分你 除非你能幫他賺更多的錢 你跟他不要討論意義 但你告訴他明年業績能往上 他能多拿你能多分 你只要能保證他得到的錢變多 他一定願意什麼都好 所以這種就不討論意義 只討論錢 所以你跟著他你就會學會怎麼樣 凡事怎麼樣往前看 錢的極大化 這種老闆就比較好 因此你在選公司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發現一個老闆是屬於什麼 就鼻頭超級大 你知道跟這個老闆 這公司是肯定掙錢的 鼻子比較高的老闆呢 更多是意義型的 這公司掙不掙錢不一定 但肯定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你就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前進 去做你要做的這個事情 當然你有時候跟他談這個 加薪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不太爽 原因是因為這個意義的部分 他已經給你了嘛 談錢多舒氣對不對 所以還是端看你現在的需求 需要哪個類型 而選擇你要的老闆 有的人上班的時候 他喜歡什麼 快節奏跟成長 他認為人要學習 才能夠未來有成就 我現在吃苦當吃補 不斷前進 有的人都認為 我上班就領個錢對不對 我今天就來這裡 上班睡覺下班尿尿 不會這樣沒有在工作 上班就是認真上班 下班準時撤退 那這樣子的分別呢 要怎麼樣找老闆呢 首先啦 戰鬥型的老闆 一般來說是骨頭比較明顯的 就他的眉毛比較近 眉毛比較近的人比較糾結 然後骨頭比較明顯的人呢 管得比較多 管得也比較細 也比較強硬 然後一般來說 連載的老闆呢 衝勁十足 節奏很快 所以如果你希望什麼 在短時間學會一個人的看家本領 學會非常多的專業知識 跟專業能力 然後你去理解一個產業的know how呢 你就要去找這種 眉毛很近 然後骨頭很明顯 臉很窄的老闆 這種老闆呢 一定是很快的怎麼樣 就把所有東西交給你 原因是因為他們自己 也藏不太住秘密 所以你很快就能學會看家本領 所以這個類型是 如果你現在想要學東西 找這個就對了 但如果呢 你是什麼 你就我們剛剛講的 你不想要那麼緊湊 你希望說你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慢慢成長 那要找哪個類型 就找眉毛超級開的 兩個中間超級開的 然後下巴超圓超方的 一般來說眉毛開 下巴一圓 骨頭不明顯的人 他的這個容錯率比較高 你犯錯的時候 他就覺得 算了這次錯了 那我們下一次再來好了 我們就慢慢來吧 然後第二次第三次 可是呢 你跟他做久的時候 你有時候問他說 老闆這事情怎麼做 他說我想一下 就一想怎麼樣 一個月過去了 你還是不知道要怎麼做啊 所以這樣的人呢 就會讓你覺得 你的人生好像沒有那麼緊湊的 學會某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希望是成長型的 我們剛剛在講了 就是選廉宅了 想要的生活節奏比較放鬆的 想要比較多容錯空間 被包容 不想要被罵的 就找什麼 就找眉毛開 臉圓老闆這樣就對了 我研究這麼久之後 我朋友跟我分享一個 找到好老闆的超絕方法 什麼方法呢 就是 訂閱減少年 你一訂閱減少年 就學會各種面向知識 一定可以快速分辨出來 哪個老闆 好好壞壞 對不對 所以快定起來 包你怎麼樣 可以找到好老闆啦 我們還是要回去跟大家講 沒有什麼叫完美的老闆 因為每一個人 想要的東西不一樣 狀態不一樣 時間點不一樣 都會變 而我們在紫微斗數上 一樣我們會用一個技術 叫太歲路掛 用太歲路掛的方式 可以去合出你跟老闆的關係 甚至知道你跟老闆 在這個時間點好或不好 而我們剛才講過了 一個老闆對你影響 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不只影響你工作的習慣 他還會進而影響你的生活模式 所以跟對一個好老闆 鸡犬升天 因此我們就特別怎麼樣 淘淘喜開發了這個 一個泰稅路掛的職場合盤系統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泰稅合盤 其實大概率 因為我周遭太多的白領 這些白領每年都在問我說 我老闆怎麼樣 我老闆怎麼看我 那個新老闆怎麼樣 另外一個老闆怎麼樣 我說差著嘛 還那麼多老闆對不對 原來他們講的老闆 其實就是不同的主管 不同不同的主管 其實對你的工作 都會造成影響跟變化 因為有可能是你的主管喜歡你 但你的主管的主管不喜歡你 所以我們一樣 可以這樣往下去合盤的方式 我瞭解說 這個主管的主管會不會 對我也有所改變 你就可以理解說 我在這個組織裡面 到底誰忘我 誰不忘我 那我要多跟哪個老闆互動 少跟哪個老闆講話 這個就是我當初開發的原因 就是因為周遭太多的白領之後 讓我覺得 現在上班好像古代的宮廷劇一樣 竟然要這個美美角角都要照顧 再也不是我個人表現得多好就多好了 而是說周遭的主管怎麼看我 是至關重要的 很多時候主管對我的評價 比起我做的好不好更重要 主管對我評價好 我就算做爆了 還是能升官發財 不想這真的是很不一樣 因此我就做了這個 太歲路掛的職業合盤系統 用這個方式 讓大家快速的知道 你現在老闆忘不忘你 你們的關係會不會好 好 那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呢 我們在資訊欄都有帶連結 大家一起合一下找到好老闆吧 古代的時候也有講過嘛 矽棚下站久就是你的 現在很多時候也不是矽棚下站久 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你的老闆跟你一起 什麼樣死在沙灘上了 而這時候往往老闆會想撤退 因為老闆的位置比較高嘛 他早點知道情報要撤退啦 如果是一個好老闆 就帶你一起走 對吧 你就跟著鸡犬升天 那如果相對比較不好的老闆 他自己都這個插刺南非了 他怎麼樣幫助你呢 所以跟老闆的關係 好不好還是非常重要 這是人生怎麼樣 10年 20年 30年 非常長的一個過程 一個職場的過程啦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創業的朋友啊 大的合作夥伴 例如上游的客戶 或者是怎麼樣 提醒你的長輩貴人 也一樣可以用這個技術來合 因為他們某種程度來說 就是你的老闆嘛 對吧 所以我們所有人人生 都避免不了跟比自己權力更高 地位更高的一個角色去合作 那這時候呢 我們學會如何向上管理 基本上對我們人生 肯定是有好無壞的喔 好的 這裡是命運升級系 我是你們的系主任簡少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超少年 還有我的天啊 超級多久的 私人生 你會不會